北伐战争以前,国内军阀混战,马洪奎就是后乱西北的军阀之一。 他与马步青、马步芳以及马洪斌并称为西北司马。 后来,马洪奎在仕途不顺时,私自携7.5吨巨额黄金潜讨美国,临终前却想回归故土,这又是为何呢? 马洪奎出生宦官世家,他的长辈们在军中担任要职。 马洪奎受到长辈的影响,从小就在家中习武,成年的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又去了甘肃陆军学堂学习。 作为知识分子,马洪奎并没有安心钻研学术。 他在加盟同盟会后参加过反清运动,不幸被清政府抓捕入狱。 后来靠家族的关系才得以逃脱。 马洪奎的叔叔马福禄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牺牲。 其父马福祥便接替了马福禄在军中的职位以及部队。 得势的马福祥将儿子带到部队中历练,让其担任招武军的教官。 精明的马洪奎在附近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的上尉之路。 首先,他因为在附近的军队中立下了战功,被袁世凯从西北地区调到北京担任侍卫武官。 因为战功赫赫,他还两次获得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胜利勋章。 从小就明白权力重要性的马洪奎开始暴露自己的野心。 北伐战争中,作为冯玉祥部下的马洪奎,看到冯玉祥失势就转头到蒋介石门下。 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后,马洪奎自然得到了很多好处。 在蒋介石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成为大总统后,马洪奎又被调回宁夏开启土皇帝模式。 在宁夏,马洪奎试图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,于是他把亲信安排在要职。 权力有了,那么下一步就是敛财。 马洪奎将有兵就有权,有权就有钱当作自己的座右铭。 他私自印刷新币高达345万元,强迫人民用旧钱折半兑换新币,甚至从百姓那里搜刮了7.5吨黄金。 爱财爱女人是马洪奎最显著的两个特征,他一共娶了6个女人,后宫团整天争斗不休,马洪奎便用搜刮的金钱打发,生活毫不奢靡。 新中国成立后,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马洪奎,试图走起了下坡路。 看到局势对自己不妙,马洪奎便携带7.5吨黄金逃往美国。 他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,孩子们一心盘算着如何瓜分财产,后宫团的矛盾也让他十分闹心。 后来,人才两空的马洪奎还患上了糖尿病,面对落魄的马洪奎,妻儿们也都离开了他。 此时,马洪奎想念起祖国来了,他一直渡让着想回祖国看看。 马洪奎迫切想回国的愿望,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。 他虽然是个人才,也有逆天的资源,但他却把这种优势转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刀刃。 风光时压迫人民,落魄时想回祖国,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儿。 1970年,78岁的马洪奎在洛杉矶病逝,临终前,他还反复叮嘱原配夫人刘木霞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祖国。